六祖云 为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 是的 师长们常说出家的目的是为了解脱 没有错 传统近代以来都会这样 你的师长也 我也是会这样讲 因为这样讲最容易让人懂 其实这个讲法要把它扩张 当然我们做师长以后也会常 要常把它改成 我们是为了成佛 不要再用解脱这两个字了 这是有差异的 因为解脱是身文法专用 成佛是佛法专用 是的 是没有错 那也不用抓这种小辫子 我们懂得发菩提心的话 其实这里的解脱是指成佛的意思 这样懂吗 虽然自念上容易被误解 对于出家人来说 解脱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是的 有两个意思 发小胜心的人解脱就是 自己出一身事叫解脱 但是在偶尔还没有改变 这个说法的时候 但是他发大胜心 他的说法其实是带着成佛的概念 不过后来近几年来 我开始主张 不要再说解脱了 直接就说 学佛就是要成佛 只是因为汉人佛教的祖师 有一股力量跟说法 是说成佛太遥远 暂且不谈那里 怕众生不敢喝担 所谓的五百由寻众生退退心 先跟你谈三百由寻的解脱 这是基于善意 这样了解吗 但是呢 现在大乘法也衰微道 不简别了 所以应该时机过了 现在应该再谈回来成佛 了解意思 为什么 因为现在普遍不用功 也不修行 所以你跟他谈解脱跟谈成佛 他一样不修都害怕 想修他也分辨不出当中 有多大的差别 你应该直接给他对的想法 所以我们今后尽量努力改变成为 我们修行 我们的寺院到场 是要让人懂得成佛 是让一切众生接从佛道 这样好不好 所以我们的那个四句记 那个居士的四句记的最后一句 项羽解脱我们也改了 我们今年也开始改了 改成什么呢 改成发菩提心 而不是项羽解脱 你看这个解脱入中国佛教多生 连我早期都是用解脱这两个字 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倒是不错 你很信心问的这个问题 是的 是这样没有错 所以见性是成佛的 我们讲见性成佛 所以你看六祖大师直接抓着的是成佛 你看大唐时代的挥霍的道人 修道人都是成佛的 慢慢的送明以后都是什么呢 都是讲解脱法 近几百年来都讲解脱 其实我们念佛是成佛的 念佛成佛啊 英光大师说的 如明灵子啊 念佛就学成佛 不会学做阿罗汉啊 你看英光大师也这么讲 念佛是成佛 不是去解脱 当然成佛一定解脱嘛 但解脱不一定成佛 精细的说是这样子的 好 如何能在日常生活中立行呢 立行就是念念法不立行 不立行要念念法 Met人口的曲解脱不立行 用前提字不清 想看 开关 杠绝 变成佛的证明 用前提借 它是